至於你說一個月可以看到醫生 半年看到醫生 其實當然一個月可以看到醫生好了 會不會爭取? 當然會 我答了你一個月爭取到 我當然會一個月 難道有一個月不選擇 會選擇六個月嗎? 你後面 好 謝謝 好 接著來最後一條 紅色衣服我左邊 請問你問哪個問題 其實我三個都想問 大家其實焦點錯了 我們不應該集中問胡世荃 應該問問周晴和長毛 因為這次的公投 是為了廢除功能組別 和爭取雙普選 但我也想問問胡世荃先生 第一個問題 你到底是否支持 支持還是反對 這次的政改方案 就是這麼簡單 這就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就是問兩位 其餘兩位的候選人 我想問你們 為什麼516 我們一定要出來投票 而不贊成這次的政改 因為呢 剛剛我在火車那裡見到 就說 有55%的人 支持這次的政改方案 那為什麼 55%的人 為什麼我們都要繼續去支持 為什麼要走出來去投你們票呢 每位候選人會有1分鐘的時間 或者先請胡世荃回答第一個問題 1分鐘 好啊 這個政改實在太保守了 絕對不是主流的民意來的 其實政府根據主流民意 應該定下普遍路線圖 以及要對這個政改有所承擔 很多人就說 喂 2012得好不好 我計算贊成2012得啦 但是如果你說2012 真的沒有了 那你不要2017的 那你要些什麼呢 所以我是支持 如果這個政改 是可以通過的 大家向前下一步 多謝大家 好 接著就給周晴去答 跟著那個問題 長毛先 OK 好 一分鐘 但是為什麼要投票 你一投票的時候 阿瓜仔說了 越多票數 支持這個 盡快實人真普選 廢旋國人組別 就令到立法會裡面 那些泛民主派的叛徒 是更難 是這個出賣我們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說 在下一階段爭取的時候 這個共產黨是再不能夠 像之前這樣說 就是說 香港的主流民意 是不贊成 盡早上 這個真普選的 這個就是 全部投票的秘密 第三個就是 不單止為下一代投 亦都是為上一代投 因為上一代 為下一代 為下一代 為自己 為中國投 有 周程 你有一分鐘 其實我想要講的 長毛都講了 因為 其實現在正改的問題 以往的保皇派最厲害 就是 說民生經濟就比民主要重要 我們先搞好經濟 這些真是 困咎你 擺明就 根本我們 為何 我們現在講最低的工資 追求人出來講20元 大家就圍繳他 但是呢 其實最低的工資 立法會裏面 討論了四次 四次都是給功能組別 按個制 就否決的 不止這個 還有我們中產基層 都關事的 就是退休保障 回購領會 這些全部都是工人組別 按個制 就否決到 我們現在連一人一票 制衡這個 這麼不公平的現狀 都沒有 我們任由這些 特權階級 吃著免費政治午餐 在裏面 爬文爬武 還說呢 代表什麼商界的聲音 好 大家是不是調出來投票 回來工人組別 我們容許多台下的一條問題 有請黃色衫 各位小姐 你好 阿Mo先生 和阿周小姐 那我就想問一下一個降溫的問題 那就 對於有兩種人 一種是覺得這個選舉 根本是一場 瘋子的鬧劇 另外一種人是 覺得這個是一場政治show 你們會對他們說什麼 我希望他們知道 是投你們一票的 好 謝謝你 周晴來 其實第一個 你說這個是 什麼瘋子的鬧劇 其實 這個 我覺得 大家看回公勢兩黨 或者我們的文宣 其實講得很清楚 如果他們這樣都覺得 這些是瘋子鬧劇 就真的不浪費 跟他們討論到 第二 你剛才說第二種就是 政治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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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完全屈肌的 你不做事 是不是不是show 但是 他又可以說你不做事 沒有實績 然後你出來做事 他又說你做show 所以這些完全是屈肌的 我們現在講得很清楚 就是要 市民 有得直接去表態 要 廢徒功能組別 要2012 雙普選 這個直接表態 是有利下一階段 爭取民主 運動 他們有多些籌碼 如果效果是好的話 所以大家現在一定要 和親朋戚友說 這次五區公投 為什麼這麼緊要 叫他們出來投票 而不是處理一些 這麼屈肌的問題 長毛 一分鐘 現在 我現在公佈 我現在公佈 這個五樓 五樓權貴的名單 第一個就是 劉乃強 他最仆街 第二個 劉夢雄 稍為 第三個 就是劉江華 朗拿道 他吃西瓜快 所以給他排第三 第四個就是 劉 吳惠蘭 因為他幫商臺 給民建聯買廣告 現在還未採取行動 接著最慘的是劉兆佳 他是明登 買球 買邊隊 問他就可以了 買對面 很簡單 我一個很簡單的答案 政治訴 人大政協 每年都舉行 五年一度的特首選舉 就是訴 我們這些不是訴 我們這些是萬人 百萬人大會演 對不對 傑 是不是 阿哥 什麼訴 他5月10日看清楚 幾百萬人在這裡 訴 兩國豪夠粗 OK 接下來的時間 就會是自由的討論和辯論 Q仔和譚志強 是可以加入這個討論的 各位有9分鐘的時間 九分鐘的時間,有哪位可以先出擊 現在可以開始計時 我剛剛掃地,掃了一本東西出來 原來香港有國民教育中心 它扮演一個全球華人慶祝建國六十週年系列活動 就是去年的,其實這只是香港其中一個團體 所以,後來我當然參加了一系列的去年慶祝活動 其實政府是花了五、六億的 但是政府現在說,花一億多去搞五區公堂就浪費錢 那麼政府說,慶祝建國六十週年,是扔錢扔不及的 甚至好像鎮災又說,看到澳門捐五十億,香港捐一百億 就是不需要給澳門看的 我想問一下,你對這些政府 你覺得那些政府之所以出現的問題 和五區公投,要不要一人一票 以及要不要廢除功能組織間,有什麼關係呢? 很簡單,所有不喜歡選舉的人 都會覺得選舉是浪費錢的 共產黨就覺得選舉是浪費錢的 所以它的選舉很節省的 是不用拉票的 到時去到,只是投一個候選就可以了 這就是共產黨最省錢的選舉 顯然特區政府想效法這件事 只有一個人選 那你投不投也好 他杯葛我們就想這樣 他杯葛我們 要不然,胡先生不用在那裡獻世 找劉光華在那裡 劉光華這樣來嗎? 劉光華躲在商台裡 是不是?躲在商台裡 半夜山間說關心疾苦 叫他今天來 讓他走不走出去 所以我們不要怪胡先生 劉光華欠了一個情 就是胡世全中二黨中央 那些酒狗沒有出來 所以胡世全 就要替那些酒狗受罪 大家給他掌聲好不好? 好 你不要,我不要誣你 你說你是中國人 所以你同意人大中央釋法的 大哥 你如果同意釋法 你怎樣爭取這個2017雙普選 他說明不行的 2012不行 你說話就矛盾到不堪的 你指著夠炭就說白色的 大哥 我是中國人 中國話夠炭是白色的人 我一定要話夠炭 白色就是你 大哥 我看你鬥難過 如果劉光華在那裡就好了 其實我也不想跟你談 謝謝大家